大人回来了 大人回来了 罪臣原青氏拜见皇上 为何称自己是罪臣 臣已知罪 抬起头来 因何如此形容憔悴 自从得知周宝被捕以后 臣无一日安息 你倒是个老实人 虽臣平生从未做过魅心之事 因此做了多年的清平之官 只因为这一次臣便承受不住 秦派你镇守陕西 正是因为朕信任你是个清官 因何如此有父于朕 若非驸马大人 臣绝不会驱救 朕何时对你说过 驸马就可以网开一面 是因为他是皇亲 以为朕不能惩罚于他 罪臣知罪 你自己 有没有从中获利 臣 不曾从中获利一文 那你不觉得自己死的 有点冤枉吗 臣无缘可言 只求陛下处以吉醒 以谢天下 朕如果宽恕你一次呢 臣不希望陛下宽恕 那是为何 臣已无言苟且透声 不希望陛下宽恕 那好 朕就赐你一辞 行刑前 你要把知道的一切经过 供应出来 臣一定会全部供出 好 好像是有动静啊 瞎说 刚怀上怎么能听得出来 都是他救了我呀 这孩子 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我就不是吗 更是 更是啊 那以后 你还会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吗 怎么敢 再也不会 本宫问你 你是不是 后悔做这个驸马了 曾经有过 曾经有过 现在绝不 为什么 日久情深 你胡说 你要是喜欢我 你还会去逛窑子吗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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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青龙女子 我只是奉长作息而已 我怎么会真喜欢她 举三妻四妾 我从没想过呀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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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别弃毁神贼 我不是人 你不要弃毁神贼 元清世不是个贪官 可惜呀 是 是啊 祖皇 是不是能 你看你跟你父亲一样 太仁厚 将来怎么能治理天下 韩一壳 陛下 你认为朕 应该怎么处置元清世 是 微臣以为 元清世也是看在皇家的面上 纵容了欧阳伦 不可谓不忠 如果 欧阳伦可免于一死 元清世 亦可援演其力 亦可援演其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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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等着 是你敲门 是我 请问 这是哪家大人的府邸啊 你 你找谁啊 我 我 我也不知道我要找谁 你 我只知道 我要找的人住在这儿 这是我们韩大人的家 你连找谁都不知道 你还敲门 去去去去 老爷 我 您看看这个 这倒是我们大人的笔迹 行啊 你等着吧 大人 什么事 门外有个男人 大概三十来岁 说他非要见您 他有何事 他手里有一张您写的地址 但他不知道您的名字 是 叫他进来 是 大人 你就是那个写成文的人 小人冒昧 请陛下恕罪 朕并不是要加怪于你 陛下 是 卑职一派郎中做了检查 王国栋确实已被制惨 陛下 还请陛下 给小人做主啊 小人已经没有脸在世上活着了 才出此下策 实属无奈 陛下 小人恳请陛下 为小人讨个公道 严惩周宝 小人 虽死无憾 就是说若你没有被打残的话 还不会上告 小人 小人不愿因此事牵连驸马 小人不愿因此事牵连驸马 牵连驸马 所以你们以为朕不会惩罚驸马 是 小人不敢隐瞒 知道这个事的人有多少 此事路人尽知 你可以下去了 谢陛下 是 待原青事 陛下召见 速速起身 再来 陛下 原青事 你的供词朕已经看过了 你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罪行吗 对臣所想到的全部一依招供 绝无隐瞒 起来吧 对臣不敢 起来 谢陛下 朕已得知 欧阳伦在你们那儿公然走私 已经人尽皆知 正是 上至不正使私 查马官员 下至巡捡商人及普通民众 在陕西一带 难道他们还会认为你是一个清官吗 微臣心里明白 他们嘴上不说 其实已将罪臣等 视为贪官无疑 就是因为你 你纵容欧阳伦 使朕在陕西一带丧失人心 阔及甘宁 阔及荆棘啊 臣罪该万死 看来朕想放你一条生路 也被你自己早已经毒死了 臣感激 臣感激陛下的姑息之情 恳请陛下诛杀罪臣以谢天下 臣还问你 对于欧阳伦 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处置 回陛下的话 依照朝廷刑罚 驸马大人也应处死 你是不甘心 臣只是为陛下着想啊 你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吧 陛下 臣既已死 驸马大人活在世上 又与罪臣合肝 只是驸马大人乃首要之范 处死罪臣宽幼驸马 臣既不白死 若陛下宽幼驸马 又与罪臣所犯之错何意啊 放肆 陛下 罪臣既已至此 只有知无不言 竭尽忠诚 驸马大人非死不可 非死不可吗 陛下 万万不可使驸马大人待罪消职啊 只此一举 大明律便名存实网 而是世人皆知 陛下 网开一面啊 启奏陛下 微臣认为 原青事所言并无虚妄 不认为 朕没有怪罪于你 你说的都是实话 朕已决定 欧阳伦与你同罪同当 一并处死 陛下 圣明 那天的事情 殿下可曾问过你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不论何事 你也不得说出来 奴婢知道 你也看见了 无论何事 何定 何人 也休想把本宫如何 知道了 大人 你放聪明点 相知 相知 你可知本宫 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本宫好苦啊 贱人 贱人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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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皇 请三思 这件事情 事关安庆姑姑的一辈子和那未出生的孩子 你要带这么儿女情长朕就选另外一个人来继位 我 你 你要是再这么心慈手软 不出一个月 全国都会知道驸马走私查马不再严惩之列 不出一年 全国的贪官就会倍增 到那个时候就更没有人敢向朝廷揭发 这个 孙臣也曾想到 再说了 朕如果今天不在了 归天了 剩下你一个人 你究竟会怎么处置这个案子 对于安庆公主 真是最心疼他了 否则也不会对这个案子犹豫再三 但是这个事情牵扯到朝廷的根基 不可以随便过去 原青是这样的人 他不是皇亲国妻 在临死之前他还会为社稷着想 而你这个皇储 怎么还可以轻重不分呢 孙臣想错了 你要知道 朕打下这个江山并不容易 这个江山是谁的 是咱们朱家的 朕老了 唯一的愿望 就是希望能够使朱家的天下 长治久安 朕为什么会打下这个天下呢 那是命 是运道 要不是元朝普遍贪腐 施行暴政 名怨积累得太深 那也轮不到朕 今天一个放牛的玩可以做天下 朕深知天下兴亡的道理 所以才用这么严格的方式去管束官吏 朕希望朕的子孙能够文长乾坤安享太平 但是首要之物就是要严惩贪腐 这个道理朕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是吗 孙晨知道 你要记得 天下的官吏有一半以上都是为了要发财才来当官 所以朕就严苦镇压 才能使他们有所收敛 对 倘若有一天朕不在了 你还是这么心慈手软 掉以轻心 那天下的贪官就会迅速而起 百姓的名怨也会快速积累 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人揭竿而起 一护百应 皇朝请服了 被斩尽杀绝一个不剩的又会是谁 还是咱们朱家的人 到那个时候 死掉的就不只是驸马一个了 这个道理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啊 孙晨并非不知只是觉得 欧阳伦一定要杀 杀他一个能保十年太平 遵命 朕今天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金国之始之才 如果你觉得这个皇帝难当不堪此人 那就另当别论了 祖皇 孙臣一定不负祖皇期望 你敢把本宫从公主眼皮底下带走 你们当着 请大人走吧 到大理寺会有大人说话的地方 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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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宫马上去见父皇 请公主殿下息怒 此次放驸马大人回来 原本有言在先 只是权宜之举 听候审理 现在审理开始 还望公主体谅 你们好大的胆子 你们好大的胆子 还一可 你个匹夫 我是状元风马 我是皇亲过气呀 你个匹夫 你 你们 殿下 殿下 欧阳伦 皇太孙殿下 在此 你还不跪下 皇太孙殿下 你 您 还是不肯饶过罪臣吗 陛下不是已经饶了罪臣吗 您看在公主殿下 和未出世的孩子的份上 饶了臣吧 欧阳伦 皇太孙殿 你单敢公然违反朝廷利律 走私茶叶 马匹 且数量巨大 严重损毁皇室生育 我若放了你 如何面对天下百姓 罪臣之罪 皇太孙殿下 您将在罪臣处犯 处犯 宽恕罪臣吧 好 罪臣愿意 退换全部违法所得 薛之为民 我从此全心全意 伺候公主殿下 我 我闭门思过 周叔 厉叔 我 永不为困 欧阳伦 欧阳伦 你还不明白 你以为驸马犯罪 与别人不同 罪臣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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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臣之罪啊 你 还人后之心啊 禀报陛下 教授 看在罪臣 曾随陛下出巡 曾为皇太孙殿 破茶麻之案 上帝要存空啊 公公相邸 让 让我恶输了臣吧 你说的功劳 原青是比你如何 他不曾收受一文贿赂 依然不免一死 你又有何话说 至于你所说的人后 更不可滥极刑律 不 不 我要见公主殿下 我要见陛下 我要见我父皇 父皇 父皇 您太狠心了 女儿你坐下 听父皇慢慢说 父皇如果一定要让女儿成为寡妇的话 女儿就去死 这不是朕无情 这是要以社稷为重 如果宽恕她一个人 就会失信于全天下 我不管 我只要我的驸马跟我的孩子 夫人之见 朕今天会做这个决定是经过再三的考虑呀女儿 但凡有丝毫能够通融的余地 朕都不会出此下策 江山 江山 你心里只有江山 今日都没了 你要这个江山还有什么用 方思 朕要江山 也是为了子孙万代着想 父皇 父皇 倘若 倘若母后她还活着的话 她会像我今天一样 到这儿来求你 女儿求求你 饶了欧阳罗罗罗 只要让她活着 让她怎么样都可以 女儿 你知道 为父最牵挂的也是你 可这一次 过不去呀 我只要您一句话 行 还是不行 女儿 你就不要再逼我了 朕请你原谅了 朕已经考虑过所有的问题了 女儿以后没连见人了 你也考虑过吗 考虑过了 这一次 委屈你了 但是等孩子生下来之后 朕跟皇太孙会安排好一切 不会让你们再受委屈 不可能改变了 不可能改变 我恨你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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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伦 你现在明白了吧 法者 山野 你虽然身为驸马 也不能违法 皇亲国戚一视同仁 法若不存 国何以安 罪臣知详 经过三唐会审 并报阵何准 你纵欲贪 伙同罪犯周宝 逢之远 私犯茶叶两马 获赃利九十多万贯 还大肆收取贿赂 大肆嫖娼 罪不可赦 是 现判你侥刑 莫收所有非法所得 你有什么话说 陛下 微臣以为 陕西茶马走私已案 主犯为周宝逢之远 将此二人除以急刑 大快人心 然而 欧阳伦实为被周逢二人 引诱犯罪属于从犯 此外 将驸马罪行公诸世人 除以急刑 有损皇家声誉 微臣恳求陛下 免除欧阳伦死刑 戴罪削职 恳请陛下恩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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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但如果他不是驸马 你们也敢这样请求吗 都起来吧 起来 朕知道你们为他求情 是想给朕一个面子 朕对亲属管束不严 致使出此丑闻 朕将公布罪己诏 向天下谢罪 臣愣无事王王府 欧阳伦 零行之前 你有何请求 臣家中 有六寻老母 追臣 向最后见娘一面 是 准你所请 是 儿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儿不孝 不能给娘养老送终 只让娘来送儿 儿抱恨不已 您老万万保重 儿子 儿子 尔可 安心去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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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为何 这是为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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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怎么回事啊 儿子 这是为何呀 是为何呀 啊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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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愿陛下 总以早日倘务 世人早晚都要死 但是朕留下的规矩 制定的法律 永世不得更改 为臣谨记 祝愿陛下伴寿故乡 把王国洞带进来 把王国洞计划 王国洞 朕要给你一个公道 周宝 驸马欧阳伦 一并处死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谢陛下替小人撑腰 陛下对小人的恩情 小人至死难忘 从今以后 陕西一带 有谁再敢迎死舞弊 你可以直接向朕揭发 谢陛下 但小人十分惶恐 请陛下宽恕小人犯上之罪 你状告驸马 有功无过 何来犯上 倘若没有你的成文 朕又如何能够知道 欧阳伦在陕西一带走私 你虽然地位卑微 而不屈竭 护国法 信朝廷 若百官皆能如此 国之信也 陛下 小人 还有一个请求 讲 小人 只恨得周宝把小人打上 陛下承办周宝 小人已经觉得世道公正 慢慢不想牵扯驸马之性命啊 小人恳请陛下三思 以保公主殿下一家人团圆 周宝为非作歹 难道不是仗的是 驸马的身为吗 此事跟你无关了 你回家去吧 谢陛下 朕倒要问问你们 如果当初王国栋的状书 是递到你们的手上 你们有谁会向朕禀报的 是吗 启禀陛下 欧阳伦 袁清士 周宝 冯志远等人 均以扶助 朕去休息一下 余下的事情 你来处置 遵旨 你们听着 你们当中若还有贪污腐败 迎私舞弊 勾结走私者 或扣押成文 隐瞒不报者 当堂交代 时过赏武 已经发泄 严加惩处 绝不姑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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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沉浅中 疲惫家 美人不知 人自良荒 这些不好者总有别难 春雨皆秋荒 朝阳年落下 十字路口 八面来封 不如自问自答 可喜可谈可悲的大木落下 辉煌不再面容洗净千花 泪花残年雪 冷冷的滴洒 写下诗书该写的话 该写的话 哦 梦也有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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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